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正好前两天我朋友呢他要拍入职的照片证件照 然后他就有拜托我帮他化妆 当时我就是帮他化了就是类似我脸上这个妆 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韩系的证件照妆容怎么化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带一个美瞳 然后今天我带的美瞳就是Allens的Cherry Moon 这样这样子好色一下眼袋 它就是棕色的然后它里面有个小月扬 妆前用这个比较清爽的水 然后擦一个面霜 Gel Cream 挺好用的我就是一直都比较偏向于妆前用那种 Gel Cream如果你是混油皮的话 上粉底液之前呢先擦一个防晒 Chanel的一个防晒然后这是一个小样 我感觉用下来还蛮好用的 接住了 它是一开始有点不融合的感觉 但是你把它抹开之后它就是非常丝滑马上变成霜状的 我一个混油皮用起来也完全没负担 不会闷动 就是一款除了贵没毛病的防晒 波子也记得要涂 然后它这个防晒呢就已经有一些体量润色的效果了 今天的话我就用YSL这个粉底棒 比较没有那么干 粉铺的话我用的是腰质的粉铺 这个蛋黄派 然后这个蛋黄派呢我跟我朋友呢都觉得非常好用 腰质粉铺里面最好用的一款粉铺了 大家记住它是这种芥末黄色的 非常的厚实 好现在是上了一半的效果 就皮肤暗沉的地方都有调好色 底妆的选择上呢尽量选不要太厚重的 新买的遮瑕 Hourglass的遮瑕蜜 它这个呢其实算是一个水深鞋带的旅行妆 但是专柜也是有售的 在小红书上看到非常多人推荐 就说超级超级好用 然后我就会很想试一试 我买了两个色号Cotton 然后一个是Birch 然后这个Birch呢它是遮瑕系列最白的颜色 我其实是用Cotton就好了 然后Birch呢我买的主要就是 可以调和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偏黑的遮瑕 延展性也非常好你看 它整个触感呢是很丝滑的 哇应该有拉到这儿 轻轻刷在肋勾的位置 用气垫把它拍开 这个跟我底妆的颜色还蛮搭的 然后你注意要带到眼头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眼头这里的暗沉 其实你把它提亮之后呢 整个人会精神非常多 嗯这个痘印的话我想 嗯放在这儿 等一下再去弄它 然后最近我画眉呢 比较用的是这个 Benefit的眉胶 色号是2.5号 这个眉胶是朋友送的 比我之前用的眉胶都要湿软 我用的是这种小刷子 Is Free的 然后之前看大老天他也是分享 就是说用这种小小的眼影刷来刷眉毛 刷出来的就没有那么重的边界感 在这里调整用量 第一笔落笔点的不要在眉头 通常就是落中间 到眉峰的位置 然后就先来瞄 瞄到眉尾 然后再把多余的 慢慢的把它暈染过去 这样出来的眉头就比较自然 舒顺 你看是不是挺自然的 眉胶画完了之后 你再可以用眉笔稍稍填充一下 矿隙的地方 拍一拍泪沟的地方 定妆的话 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透明的蜜粉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Uni Club的 本身是有配一个这个粉撲 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个粉撲 可能有点太小 先把散粉这样子拍上去 就是用手这样子把它搓匀 按压的方式 觉得这样子上定妆粉就 很自然 但是又很牢固 今天的眼妆呢 我比较想画就是类似于干燥玫瑰 就是偏粉色调的 然后今天用的眼影盘是这个 3CE新款的眼影盘 然后这是他们新包装 就是比较酷的那种 红白相间的设计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呢 是这样 它是有两个闪片色的 一个珠光色 然后剩下的这几个都是亚光的颜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同时呢 我也会给大家看 三盘眼影盘的刷色 然后今天我要用的这一盘呢 色号就是SUM DEF 低饱和度的偶粉色系 好首先用这个最浅的米白色打底 取右上角的这个淡淡的偶粉色 眼皮大范围打底 下眼一眼直接带到 因为它饱和度很低 在黄皮脸上呢也不会显黑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的刷子 用下面的这个 我们加深双眼皮褶皱的位置 顺便带到一下下眼尾 我们拿出一个比较松散一点点的刷子 干净的刷子 用一下眼影的边界 让它有一个自然的过度 就不会有界限感 接下来呢用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种眉刷 涂在睫毛的根部 多一点粉红就用来勾勒卧蝉 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卧蝉占蛮重要的地位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眼睛会大一些 接下来也是用同样的刷子 画一点点下质 睫毛根部呢往下 两三毫米的地方 然后要跟 这个点平行 今天睫毛夹用的是 紫春袖的这个 我自己是习惯先夹 翘了睫毛之后再画眼线 不然有时候你眼线画好之后 你这样一夹又碰到睫毛根部 然后眼线又掉了 然后眼线呢我就选这个 Kiss Me的棕色眼线叶笔 先来勾勒一下内眼线 沿着睫毛根部这样子画 后半端就可以 发外一点点 我们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眼型 然后以及你想要用效果来 稍稍调整一下眼线的 我可能会在内眼线基础上呢 中间部分可以稍稍加宽一点点 就中间的部分画宽一点 会显得眼睛圆一点 你看就这样子 发一个自然的眼味出来 韩国那边是叫这个叫一字眼线 感显得眼睛比较精神一点 对比起你往下垂或者往上挑呢 你拍照的时候 我画一字眼线其实是比较好的 就是在韩国呢 我感觉是比较流行的眼线 我看很多化妆师他会画新娘妆啊 或者是日常妆都会用到这种一字眼线 刷睫毛打底的时候呢 我自己会是习惯 从根部稍稍有点Z字型这样子 然后再拉出去持久度啊什么的 就会更好 然后多余的睫毛打底膏呢 我们可以梳在眉头 接下来你就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睫毛膏 然后我自己非常爱的是这支完美日记的小方管睫毛膏 他的刷子呢就有点像齿书一样 完全不会残留过多的膏体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但是像我不是完全不晕睫毛膏 但是我朋友用了这个他下面就会 就是稍稍有点晕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还是要看个人 对我自己就觉得超级好用 反正你选你自己不会晕的睫毛膏就好了 那这个我就直接这样梳 梳上去就好了 然后他也完全不会结块 然后又很长 好现在两边睫毛呢都刷好了 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想要让睫毛更翘 然后更持久的话呢 我就会用烫睫毛 但是呢我不是用烫睫毛器 就是我终于鼓起勇气用这个了 对打火机加纸棉棒 就是他的梗呢一定是纸做的 给你们示范一下这边吧 就用可能刚刚你化妆过程中用过的棉棒就可以了 不用浪费 然后 上了他大概变这个颜色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稍微晃动一下 然后你在用的过程中你会觉得 感觉到温温的 你手是这样拿然后稍微这样卷 在卷的过程中他会帮你带走多余的睫毛膏 让你的睫毛看起来非常干净 用完上来之后再来用下面 你仔细看这个棉棒上面他已经沾了很多睫毛膏了 就是多余的睫毛膏被沾走 然后你现在就是整个很顺然后又很翘 就是烧的时候注意不要烧太久 就我又把它放到火苗里面 不要在火苗上面 火苗上面感觉很容易烧着 对 烧到就是稍微一点黑就可以不要烧到冒烟 冒烟感觉好像会熏眼睛 眼头比较难翘起来的啊 用这个我觉得就是蛮有效的 好现在睫毛整理完之后就是 非常漂亮就整个就是太阳花一样的 如果这时候你还有多余的时间 你其实可以用镊子把它们 就是稍微几根分叉的把它们 这样稍稍夹起来 这样子整理出来 睫毛呢就会更干净 好然后我们现在睫毛啊眼线 全部都画完了对不对 然后最后最后可以加一点点闪片 用它这个闪 这样抹开呢它会变成珠光 所以我们涂的时候呢 先稍稍稍零零星星沾一点在手上 就这样子 零零星星点在眼皮的中间 所以我建议就是不要用太多 其实它的光泽感也是蛮强的 但是又不会说是太傻 然后呢我们拍照一定一定不能忘记 那就是修容 然后现在用的是这个 比亚的08号 哈哈 我非常非常骄傲的小铁皮 眉毛下面这里 照照修一下鼻头 修一下轮廓 拍照的时候有闪光灯 所以说修容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让它有一个阴影的感觉 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手指涂高光 然后今天用的是3CE的这个 钻石白 手指站起一点点 点在鼻头 三根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这里留白 然后加入油多的那些 放在眉一下 腮红 用的是这个 3CE的 然后这一颗呢是Mono Pink 然后另外一颗呢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Rose Beige 这个呢是更偏粉调一点 然后这个带一点点黄调 所以我现在先今天先要用这个粉调的 这颜色就很嫩 还有一种草莓牛奶的感觉 再叠加一点点的Rose Beige 苹果 就是这里 唇膏的部分呢 我这次有用到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唇釉 就是3CE的这个 它是雾面的很像水露质地的那种唇釉 给你们看看 首先第一个颜色是Lay Down Lay Down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网红色了 它的调色真的很美 就它也不算是干燥玫瑰 但是又带一点点暖掉 就很神奇 它不会完全的偏冷掉 这个就是浓一点的 它的触感非常非常好 就上嘴之后它就是水水的 一点都不黏 干了之后呢 你不会觉得拔干 因为我自己唇色是有一些颜色的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它又跟我们以前传统用的那种水Tint不一样 以前水Tint呢就是 嗯在涂水彩笔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又不会 它这种就是很神奇的质地 大家试一试就知道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 就饱和度不会特别特别高 干了之后呢 就完全不沾 你看 我有擦这个出门 但是它就是大概 过半天呢 它颜色就会自己慢慢的就淡掉 不会掉的很斑驳 它只是整体颜色变淡而已 所以我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如果你喜欢 就是再红一点点的 你就可以中间叠加这个Sepia 这个涂完之后就是冷掉的梅子色 叠加上去 好好看 超级超级显白 好了好了 我们今天的正见照妆容呢 就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然后还可以关注我的Instagram 我们很快会在下一支的影片见面 拜拜